YG娛樂 YG娛樂在去年宣布與BLOOD PINK的續團體約 至於四名成員的個人約則不屬於YG娛樂 讓粉絲們都相當期待全門的未來動向 而近年就有網友貼出了 原大證券研究中心 公布了YG娛樂2024年日程表 然而BLOOD PINK在表格上卻沒有被安排任何活動 引起粉絲們不滿 直見BLOOD PINK的藍位從2Q23到2024E完全空白 讓不少期待團體回歸的粉絲相當失落 紛紛不滿表示 完全沒活動那續約是在續什麼 說好的事選和回歸呢 這是要等到明年嗎 不過也有人緩假只是團體沒活動 個人活動還是可以期待一下啦 往好處想就讓粉絲多了存錢的時間 就讓粉絲多了 就讓粉絲多了 就讓粉絲多了